大家好 我是阿Wayne 女生每個月來period的時候會特別不舒服 其實瑜伽的一些比較柔軟的動作 亦都可以幫你舒緩到經痛 我接下來介紹幾個動作 都可以幫你舒緩背痛 一開始手放正在肩膀下面 然後膝蓋放正在肩膀下面 兩邊膝蓋打開一點 就像肩膀那樣寬 然後呼氣 捲背 收腹 幻想你的肚臍頂到天花板那樣高 然後吸氣的時候 胸向上 屁股向後隔 肚臍向下跌 重複大概做四至五次 慢慢做 呼氣 捲背 收腹 然後吸氣 靠靠靠 第二個動作 慢慢打開兩隻腳 然後把腳伸進去 然後把腳伸進去 吸氣 雙手拉直 整條脊椎伸直之後 慢慢地向下壓 記住幻想要把肚子 貼近大腿位置 因為這個動作是幫你按摩肚子 令到你在飄熱離的時候 不夠不舒服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枕頭 或者鋪筍的話 就可以放在大腿上面 另一個可以拉得更深的動作 首先手肘碰地 在上面那隻手拉長向天 然後慢慢如果可以捉到腳趾的話 就碰腳趾 如果碰不到也無所謂 記住手臂在耳朵上面 不要捲著背部 盡量把胸轉出來之後 拉長隻手打橫伸展就可以了 去到最後一個動作 就是butterfly pose 首先腳掌對腳掌 坐好之後 手扣手放在腳下面 吸氣 挺胸 夾緊上背 肩膀捲向後 拉長身 然後呼氣 慢慢向下壓下去 盡量把胸碰到腳的位置 但是量力而為 最重要是你有按摩到你的肚子 還有拉著你的骨盆就可以了 以上這三個就是可以幫你舒緩到 沒有Piri來的時候不舒服的動作